我觉得这张牌很有趣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它在讲说就是 它确实有给你建议说 不一定是最好的时机 可能不是 但是也没有说不行 但是它需要你去思考这些东西 然后可能要面对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在抽牌抽到一些很特殊大牌的时候 它里面给出来的一些牺牲跟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留心在心上 就是你可能会不会有一些 在你的生活中遇到 工作上遇到的东西 可能是要你去抉择跟牺牲的 你可能会去意识到说 还是通常我在这里都不会牺牲 我都不会放手 我都惊咬 那今天我是不是可以试着 不要这么坚持 就是稍微在你的生活跟工作层面上 在某一些你原本都很坚持的地方 稍微软化 软化 稍微软化 稍微的放松 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选择 它会不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一直以来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做 但是你生活如果一成不变 没有什么改变的话 那可能会对你来讲 你会一直困扰的就是说 我怎么觉得我一直都是这样 那不如尝试在一些地方上 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这不一定是妥协 这只是一种尝试的改变 我只是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而不是做了一个妥协 我只是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谢谢大家